兄弟们看看这是什么 巨大的蜂巢 那里面的蜜蜂应该挺多的吧 我 兄弟们早上中午晚上好啊 正如你们所见 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个家伙 居然伪装成蜂巢骗我 非常的无耻 不过都已经砍了他几斧子了 他也没什么还手的欲望 也就会叫小蜜蜂来追我了 真的不对劲 这毒的伤害怎么这么高啊 怎么突然不追了 看来也就是长得比较吓人 看到我如此强大 直接就被吓跑了 什么 你问我现在要往哪儿跑 谁说我要跑了 记住 所谓杀手 就是要随时注意和暗杀目标之间的距离 找到机会一击必杀 当然 现在的装备伤害有限 所以我们要严格遵守戒律 敌退我进 敌疲我打 这样才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区区一只封号 等我学回 好 开摆 你们要知道 人一旦接受了自己的软弱 那么就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阻止我们开摆了 反正这个封号我是打不过 你们谁爱去谁去吧 等会儿 我的旅行背包还在那里 那我必须得回去一趟呀 快快快 我已经看到我们的东西了 捡完就跑好吧 谁爱打谁打 只会逃跑的懦夫 对对对 我就是懦夫 我劝你赶紧把我放回去 我裤子 绝对 一定 不可能帮你做事的 又哑巴了 他是不是一天只能说一句话 等会儿 我好像忘了一个问题 就算我们不和风口打架 他也会堵住我们 或让我们回家 可恶啊 这肯定是那个神秘的安排 堵我是吧 杀手裤子 上线了 完了兄弟们 我上一次死在风口的旁边了 这 好像没法拿到装备了 算了无所谓 不就是用拳头杀怪吗 我当年做杀手的时候 什么武器没用过 冲就完事了 成功了 直接给他毛死 哼 敢小瞧我 头都给你打破 那我们就先回家 清理一下他给我们的好东西吧 我还以为他会给我什么好东西呢 结果也就只有蜜皮 蜜蜂块 和两个蜂巢 这也太穷酸了嘛 唯一一个有点看头的 叫巨型封刺 但是这东西有什么用 我也不知道 甚至连合成表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不过就当个纪念好了 话说兄弟们 你们今天是不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对未来兄弟们 就是这种挖铁矿的感觉 虽然有拖延症 但我们也不能一直拖下去 就比如我之前答应神明修一条路 结果到现在都没兑现 算了 好好实实修路吧 你以为我是怕那个神明吗 这叫战略性妥协 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 俗话说得好 大丈夫能居能伸 我现在的隐忍 是为了之后的复仇好吧 绝对不是我从 嗯 绝对不是 但不得哈哈哈哈停一下 差不多得了 虽说是修路 但我们不可能好好地干的 随便将就将就得了 而且 一万格的路要我扔手挖出来 你们是了解我的 我当然是能坐着绝不站着 能躺着绝不坐着 这么大的工程 我只能从村民身上收点报酬 而不是 是帮他们把暗淡的灯笼 全换成更亮的火把 毕竟我助人为乐 不用谢 不知不觉都这么晚了 那我们在这里过个夜 然后就开工吧 我终于建完了兄弟们 哇 真的累死我了 好久没有做过 这么重的体力活了 我说实话 我的建筑水平 你们是知道的 能做成这个样子 已经很不错了 好吧 那展资产地 算什么本事 无所谓了 反正本地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不妨给我长按点赞支持一下 别忘了在评论区里 说出你想让我做的事情 万一你的评论被选上了呢 我是顾子 我们下期再见